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讲一些多变量的概念 也许有人对多变量还搞不太清楚 多变量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讲一些概念 然后我们一开始要进入的是浴室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内容跟明天的内容 文献回顾与我们无关 也就是说我今天不讲任何文献回顾的东西 那是你自己要去文献回顾的 题目文献回顾是你的 我们从浴室开始讲 浴室开始讲 也就是说我们资料开始收集了以后 我们要从浴室开始 浴室完了以后 我们就进入正式的问卷分析 那我们会从次数分配表开始 叙述性统计交叉表 然后还有复选语分析 然后这些都结束了以后 我们就会进入明天的推论统计 那每一个统计方法在分析的过程中 我都会告诉你 它的资料引用是什么地方 引用是什么地方 所以呢 每一个东西都会有它的交代的来源速所 不过幸好 SPSS已经被人家用了一二十年以上 所以它引用的文献已经很少了 你如果上我的AMOS的课程呢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结构方程模型呢 是这十几年来呢 才开始流行起来的 所以它很多东西都需要有很多文献去背书 所以你就会发现用SEM呢 我光是BASE呢 会给你的文献就超过二三十篇 可是呢 我们这个里面的文献呢 大概只有不到十篇 这文献呢 就出现在 你们的资料里面 有一个地方呢 这个里面呢 在给你们的资料档里面 这个统计的力量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paper的地方 这个paper里面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这两篇 所谓用到的每一篇引用处的原稿 你当然规定得去读那个原稿啦 但是每一篇paper里面呢 我都有mark出来 我都有mark出来 我用了它里面的哪一段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呢 不太相信我的话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太相信我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进来读一读啦 你可以自己进来读一读 然后呢 它就会有告诉你 你可以看看我英文有没有犯对 所以你有兴趣 你就自己来看一看 这个每一篇呢 我们大概都会用到 然后这个就用在这里 就这几篇而已 不是很多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 一样 然后包括虚拟性统计 所以我们大致上会讲到 无反应偏误这一块 然后呢 无反应偏误过来 像明天呢 我们会从因素分析开始 信度分析 皮尔森相关 多元回归 階层次回归 路径分析 一直到虚拟变数的转换等等 这些呢 这些呢 一般做论文来讲 应该是够了 然后到后面的 T检定 群组事后比较 那这些呢 应该对于我们写一篇论文来讲 是足够了 那么除非你还要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统计分析方法 当然SPS的方法是非常多种 我在SPS的公司待了三年 我大概SPS的功能 我也会稍微三分之一而已 因为我们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人在负责 所以基本上 你要把一个SPS的功能完全弄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讲的是 就一个社会科学来讲 你会用到的统计 大概就是这些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学医学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方法呢 大概有一半 你可能不是很适用 因为医学的 他可能会往生医这一块来 他可能是survival 或者是这些 那可能是生医会比较重视 那我们今天是针对 一般的社会科学来做 所以一般如果你觉得 是比较冷门的 那他可能都很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般 我们正常的社会科学 那今天的内容 绝对符合各位的需求 而且我们讲的 会有一个SOP的流程 所以你做论文 就按照我这种pattern来做 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他不会很困难 将来不管你是指导学生写论文 或者是你是研究生 自己要写论文 你就是按照这种pattern 我告诉你绝对符合世界标准 没有人可以create 你的paper 哪里写的不对 跟我抵触者 一律无效 如果有人做的方法跟我不一样 基本上他都是无效的 因为我是亚洲一哥 所以你可以放心 如果你的指导教授跟你讲 你要做不一样 那你要照他的意思做 因为他才能让你毕业 我不行 但是如果正常的讲 你去投稿 你要按照我的标准写 来投稿 比较 我可以跟你保证一点 如果你照我上课的方式 pattern写出来去投稿 你就算会被退稿 也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统计这一块 你文献写的不好 你不能怪我 对不对 你的结论随便乱写 你不能怪我 但是呢 如果你因为统计被退稿 你来找我 如果你是按照我的标准在做的 而且因为人家说你统计不好 帮你reject 你来找我 当然我也不能帮你改而已 可是来讲 应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我从以前投稿到现在 被退稿的paper里面 没有一篇是因为统计被退稿的 每个人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写说 你这是我所见过最严谨的统计分析 但是 题目不够有趣 文献推导不够严谨 讨论不够深入 那可能是这些原因 但是 我的paper从来没有一篇是因为 我的统计有问题被退稿过 因为应该没有人在统计方法这一块 写的能够比我还要严谨 所以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做一定不会错 至少可以保证这一点 其他的我就不敢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什么呢 一般我们写一篇spss论文 大致上是这样子 研究的目的与动机 当然要先写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要进入研究文献回顾 那有的人在文献回顾完了以后呢 假设就会出来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些东西 没关系 我的powerpoint会给各位 你们都会有 那么文献回顾 假设就会出来了 有的假设会放在第三章 不一定 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 有的人在第二章文献回顾完了以后 就把假设也甚至跟得出来了 那有的没有 如果假设出来 就代表你的架构也出来了 那有的人会把假设跟架构 放在第三章开头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要抽你的样本数 那你要浴室 你要抽多少样本数 然后呢 你浴室做完了以后 你实际上要抽多少样本数才够 也就是说你要先告诉人家你的论文 要用多少样本数 怎么抽 抽样的过程你就要介绍 那你穿过程介绍完了以后呢 你一定会有很多构面 你这个构面里面 就是说你这个变数要用哪几个 你要交代这些变数的来源 你是引用至哪一个学者 你是自己发展的 还是引用至谁谁谁 那一般来讲 我们做社会科学的话 问卷99.9%都是引用别人的 Joris Cork他就建议 我们的问卷千万要引用别人的 就是已经发展过的问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种问卷 第一个他人家里面发展过了 所以他比较有性度跟效度 所以你引用他的话呢 当然不保证他的有性度效度 来你这里就一定有性度效度 但是至少比较不会有问题 而且第二个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你如果自己发展问卷 很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 因为你可能也不见得很会发展问卷 所以他这个建议就是这样 你要尽量引用别人的东西 而且告诉人家他的出处在哪里 那人家已经做过他的性度效度是多少 那么你才会 如果他做过 当然他能够发表的 他性效度一定不差 这个论文如果性效度太差 他根本你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放心 你在能够找到他的论文 他上面一定会告诉你性效度的报告 他的性效度报告一定是符合标准的 所以你引用他一般来讲比较不会犯错 所以这个问卷的出处 够面的定义跟问卷的出处 够面的定义指的是他的学术定义 那通常讲如果你的问卷是引用至别人的 你的问卷是引用至别人的 你就没有所谓的操作型定义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是写定义的时候 都要写操作型定义吗 那个不用写 如果你的问卷是引用至别人的 那你就没有操作型定义的问题 所谓的操作型定义是 我们要利用这个操作型定义 发展出我们的题目 那个才叫做操作型定义 可是你的题目都是引用至别人的 你只要有学术定义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说他不会写操作型定义 没有错操作型定义很多人都不会写 操作型定义跟学术定义是两回事 很多人都把它当做是同样的东西 这不对的 不过你放心 如果你今天是引用别人的题目 你也没有操作型定义的问题 因为那个操作型定义是 那个学者在发展问卷的时候写的东西 那如果他的问卷里面没有写 你当然也不晓得操作型定义是什么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引用别人的问卷 是没有操作型定义的问题 你只要告诉人家 这个问卷来自何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预示 所以我们早上第一个做到的统计就是预示 然后你做一个预示以后 就是叫项目检定 这我们称为项目检定 预示完了以后 预示就是检定我们的题目 有没有打错字 编排好不好看 然后题目有没有鉴定 鉴别例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 然后这个预示做完了以后 你就会介绍一个方法分析 到这里都还在第三章的范围 都还在第三章的范围 你就会进入分析方法的介绍 分析方法的介绍就是 你的第四章叫做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分析 那第四章你要用到哪些方法 你通通要在第三章的后半段要介绍 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会做次数分配表 你就会告诉人家 为什么要做次数分配表 哪些变数要用次数分配表 接下来你做序路讯统计 你就会告诉他 为什么要做序路讯统计 哪些变数要做序路讯统计 接下来你可能还会做什么 信度 区别效度 然后你可能还会做相关 你就会告诉人家什么是相关 你为什么要做哪些变数要做 然后接下来做回归 你为什么要做回归 接下来你要做ANOVA 你为什么要做ANOVA 哪些变数做ANOVA 去把它写一写 那么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的第三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你就会进入第四章了 然后你就开始去搜集资料了 资料搜集回来以后 我们就会堂堂进入第四章的分析 所以从这里开始 五法令偏误就第四章 那第四章开始从五法令偏误开始做 什么叫五法令偏误呢 我们等下就会讲到 执行完五法令偏误以后 我们就进入次数分配表 这个流程是固定的 每一篇论文一定都是这种写法 他没有例外 你要知道 写论文的三四章是一门技术 他不是一门艺术 所以你不要有自己伟大的想法 说你要怎么去弄 不是 你的文献回复是一门艺术 你可以怎么去回复他都没有问题 你的结论也是一门艺术 因为你可以很深入的探讨他 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题目那更是一门艺术了 因为你取的名字 你做的题目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统计分析方法过程 他是一门技术 他是SOP 他是固定的 你一定要按照这种程序 一步一步做 你不要自己发展出自己的想法 那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不能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有一定的流程在进行的 第一个流程一定是从次数分配表开始 如果你有无反应篇物要先做 如果没有 你就要进入次数分配表 做完一定是做叙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量 描述性统计做完了 如果你有复选题 你就会做复选题 如果你没有复选题 你就会跳过 如果你有交叉表分析 你也会在这里做 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会进入推论统计 那进入推论统计 就会有很多统计方法可以应用 那就没有一定说谁先 谁后 不过第一个会先的一定是相关分析 信度跟相关分析 一定是我们在推论统计 第一个会做到的方法 然后接下来 你要做Arnova 你要做回归 做Logistration 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 依照各个领域的要求 有的系会要求你先做Arnova 再做回归 有的系会要求你先做回归 再做Arnova 不一定 这个都无所谓 但是我刚刚讲的 从这里 一直到推论统计的 第一个你要做的 一般来讲有三个 在推论统计 第一个会做到的 就是因素分析 信度跟相关 这三个可以说是进入推论统计的 头三个你要做到的 那因素分析 依照情况有的时候要做 有的时候不需要做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什么情况你要做因素分析 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做 但是信度跟构面的相关 是你第一 这一定要做的两个 然后这两个做完了以后 你才会正式进入其他的统计方法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下来 你要按照这种Pattern 怎么可能会做不出来 以前我们统计做不好 是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先来什么后来 什么先做什么后做 你只要知道那个顺序就是这样子 你就会看得懂别人的论文是怎么写的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 刚才写硕士论文的时候 都是抄别人的 然后呢 有时候抄的那个人 跟这个人的Pattern又不一样 也不晓得谁才是对的 那就乱抄一通 那抄到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好 那好不容易就